我 老家 孙杨现在已经做了对不起咱家的事了 说明就没把咱们老马家放在眼里 就是 大哥 到底签多少年合同每年收不多少钱 记得不 我也不记得了 不记得没关系 找老孙去 我绝不能让他把我闺女欺负成这样 你这照片我已经发到我的微信里了 我去到先给他看的 走 走 走 瞎快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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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别拦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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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拦我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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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没有来 欢迎我们 我正要找你的 找我干啥 两口干啥来了 你们还好意思来呀 跑出来要我杨威来了 是不是 这咋的了 吃枪药了 怎么了 正经话 你们两口来得正好 你看看你们家二男整的好事 来来来 给他看看 来来来 你看看 来来来来 这线上直播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来来 呀 你的给他拿来 holiness pol次 你开心 我给他拿来 来来 这线上直播了 去也做你 你开心 我给他拿去 你开心 你开心 他让他拿来 去 你看你干吗 这也太厉害了吧 姐 干啥呢 没干啥呀 咱妈去这屋里乱 让我帮收拾收拾 你瞅咱妈这屋乱的 你让我给打扫打扫 别藏了 我都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 我就不藏了 那个 二楠 咱姐俩一条心 你可不能出卖我呀 这么的 你先帮姐把这屋里收拾收拾 恢复成原样 就靠你了 姐 你想好了吗 你真要跟金龙哥死定终身 这事你干得出来 金龙哥那软柿子 他能行吗 二楠 这男人呢 不逼不行 金龙现在处于骑虎难下 行一点行 不行 一点行 干我的 走了 好 想问天 你在哪里 想问你 你 怎么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啊 你咋能不知道呢 那不是你养的好闺女吗 都随你了是不是 你年轻时候 是不是就这么勾搭的正经旺 把她和马三豪给拆散的 现在你俩姑娘都随你了 你大闺女呢勾搭我儿子 二闺女呢连幽主的都惦记 哎呀妈 这娘仨一样一样的 近大份 行行行行 你别满嘴喷粪行不行 谁勾搭你儿子了 是你儿子缠着我闺女好不好啊 我可警告你 你儿子再缠着我闺女 我们俩口子可跟你不客气 撒婆娘要罩着自己啊 啥德性 总惦记别人的闺女 我儿子啥德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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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咋的了 标杆留着个大小伙子 还有手艺 你姑娘会啥呀 年纪轻轻的 要工作没工作 要手艺没手艺 就这样的儿媳妇 白给我们老马家 我们老马家也不要啊 是不是 嫂子 我闺女养娇啊 那是她天生命好 你们家伺候不起啊 你就别惦着 哎呀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门 哎呀 还天鹅呢 那行 你们在家呢 就把这只天鹅好好养着 别放出来祸害别人 好吗 不说了啊 你儿子想让别人祸害 门西的祸害他 你别俩那会儿整些没用 行了 你看 行了行了 大哥 咱别管这事了 先去老孙女 行吗 我看那肯定是孙杨的事 孙杨肯定是招着二男的 我完全同意 是吧 这个二男年龄这么小 我认为不应该会有 这些什么花点子 完全是孙杨这个别毒 绝不能你说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这啥事啊 是不是啊 坐 钱满多儿 有谁说的没你说的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个真奇怪 你这脸皮也太厚了 不是 你这啥意思 我明显的向着你家二男说话 是不是 你怎么还烦咬我一口呢 啥意思这是 不是 是啊你怎么得谁咬谁啊 这钱总你看这 这为咱为你好你这 啥意思你啊 你怎么还说上我了呢 哎 这怎么一到三好家 你就不知道北了 你以为这是你的根呢 顺嘴就胡来 这怎么是我的根呢 你怎么了这是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得了 再待下去就磕上了 我都替你们脸红 这下我看出来了 这满院子你们都是一伙的啊 合着就我一个人是外人是不 哎呀 马三好啊 你可真有本事 这家所有的人 都让你给忙活着了 连我男人都站在你一边了 哎呀 真没看出来 你闺女难怪让人给甩了呀 哎 你这是遭报应了 你闺女替你还债呢这是 哎 我说你 不是不是不是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先挂着你 哎哎哎 等会儿你能不能 别说妄媚 说什么呢 郑主任 请你把人带回去 要是再闹想 就太难看了 好 好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走 来回家 什么对不起啊 他一说话你就雄了是不是 不是雄了 都我雄了 他们说我你没听着啊 谁谁咱低调就这样 你怎么不知道帮着我呢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 咱是干部讲点素质 什么干部 回家说回家 老郑说一个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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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脸不跟你闹了啊 这种人没这么素质 没老不归是吧 哪个试试 来 姐 你干啥去 你拿箱子干啥呀 搬学校出去 你去学校住啥呀 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呀 不去啊 妈不让你去啊 小元 我必须给你出这口气 我求求你们了 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啊 这孩子 我们大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好心当上绿盖费 行了 少说两句吧 我说的有错吗 哪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呀 没大没小的 行了 唐家事啊 她自己管嘛 走 她就歇到 小元 这 行了 你别说了 小元 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 你还闹成别家出走啊 就是这样 行了 行了 赶紧把东西拿回屋啊 别闹了 妈 妈 我真是受够了 都说是为了我好 闹来闹去 不还是为了自己那点事吗 我走了 让他们爱咋闹咋闹吧 小元 那老孙你我暂时不去了行吗 暂时不去了啊 你别闹心 你前进 把你姐行李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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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走走走走 再回屋 一会儿你就先躲草丛里 你看谁残血了 你别放大着啊 我躲了躲了 快你保护我啊 别浪别浪啊 猥琐发育 这词还叫猥琐发育 我咋办 放大放大放大 放大了你看不见了你 你放哪儿去了 看不见哪这事 爸 您俩挺有心情啊 还行吧 快快快快 保护我 你死了 我死了 谁死了 我呗 你俩给我死那儿坐着去 这一天天的 我告诉你们啊 从今天开始 老师给我在家待着 少出去嘚叨 爸 爸 你吃错药了吧 你说 我们俩在家待得好好的 你说你回来 这一顿骂 跟谁俩呢这是 就是 你刚才买条狗链子 把我俩刷在家里得了 你跟谁说话呢你 那行的 不是你看他眼里有父母吗 就知道跟孩子厉害 刚才在马三好呢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你 什么就我跟孩子厉害呢 这话说的人 还不是他俩惹的祸吗 爸 我告诉你郑一南 你跟马进龙的事 我绝不答应 还有你二南 你少跟那苏洋搅回在一起 爸 你行啊 成天把这个事挂嘴边上 就好像你答应了似的 我先默契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相亲这个事 让你搞砸了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从明年开始继续过相亲 我整一个大废虎 什么时候相上什么时候为止 妈 你看看我爸呀 别喊妈 这事我不管 相亲必须去 你让我和马大好金大缝那么嘎亲亲 你不如给我条绳子 直接让我上吊 还有你二南啊 明天赶紧给我回学校 没事少回来 你连家都不让我回来 有你这么当爹了吗 我做错啥了 你说你喜欢谁不好啊 偏偏喜欢孙杨 他和小元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 你在中间插一杠子 你让别人怎么看你 怎么看我 别人爱咋说咋说呗 我又没干啥 我是喜欢孙杨哥 那我也没破坏他和小元姐 再说孙杨哥他也不喜欢我 我俩没啥 我看呢 你就是在意自己的面子和位子 你根本不关心我们姐俩 你这是傻话也说的 你别忘了啊 你是我李秀英的闺女 她不喜欢你 你干啥追着她跑啊 你磕尘不磕尘呢你 我不嫌磕尘 喜欢就喜欢 我乐意 你看见没有 我整个一个二皮脸嘛 是不是 养个丫头什么用你说 爸 你别老丫头没用 丫头没用的 这都啥时代了 还重年轻女呢 当今社会 那女的比男的能干的多去了 女教授 女老板 女科学家 比比皆是 总有一天啊 我们这些女人 彻底统治了你们这些男的 二男 跟你忙活病啊 爸 二男说的对啊 对什么对 我告诉你啊 咱爸就是嘴硬 其实 早就被咱妈统治了 你说说呀 那咱爸要是离家出走 那咱情是仨 照吃照喝 那要是咱妈离家出走 谁给咱俩做饭 谁给咱俩洗衣服 我就说呀 咱家地位最高的 那就是咱妈 那必须的 也耍拼嘴 地位高啥呀 我就是你们仨的老妈子 跟你们这些女人在一起 我真是无语了 那头部长见识短 这话就从你们这儿来的 说啥呢你啊 你不是女人生的 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别姓 叫你俩老婆惹祸 他妈真厉害 一句话给爸怼的没声呢 快快快 再中心再举啊 你得保护我 三好 这么晚了你先别回去了 咱俩吃完再回去吧 成 准备好了 把你俩喝点啊 一会儿送给我 三行 你近两天老欣不在焉似的 是不是还想憾似的 可不是吗 其实我知道 我跟钱满多离婚啊 对小燕印象挺大的 但我真没想到 这孩子她心里 那个结那么重 我上次啊 听到她跟她爸说话 我才知道 她心里挺恨她爸的 我就是想着 她这结要是解不开 会影响她一辈子 再好啊 咱们呢都是过来人 这离婚呢 对孩子的伤害是最大的 你说你俩人离了 就成了外人 大孩子不是 你得时时刻刻地关心她 想着她 看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她的这生长能不能有偏长 是不是 其实啊 小燕这孩子呢 你们离婚前她也不大 也就十一二呗 从小在我跟前长大 其实她挺接受我的 我也挺喜欢她 其实咱俩要 要成了 我就给小燕当爸得了 我就给小燕当爸得了 我这跟你说正事呢 咱们你老能把自个儿给扯进去啊 我这别跟你说正事了吗 真的我给小燕当爸真行 她也喜欢我我也喜欢她 行行行 但我没说行吗 听你的你继续说 我就想小燕她心里那么恨她爸 你说前进她心里是不是也挺恨我的 她会不会觉得当初是我抛弃她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的呀 前进和小燕能一样吗 前进是男孩 她可没有女孩的心思那么细 你都想了 那她刚来的时候 那不也不理我吗 跟小燕对她爸是一样的 那哪能一样啊 那前进呢 你看她一天稀哈哈的 她心里没有那么多太多的事 那么复杂的心思 你呀对她好点时间长 她肯定会跟你亲的 这你还挺会分析的 这什么话呢 你的事我哪样不上心 我得把你看透 把你摸透 要不我以后 我能称职吗 你称啥职啊 称职啥呀 小燕啊 我告诉你 你生命当中就不能离开我 离开我你有意思吗 这都不完整啊 这都不完整啊 我说错了行 我听你家 你你你继续说 我就想着 你好好听没 听着呢 我就想着 得把小元心里这怨气给化解了 我就希望她能快快乐乐的生活 别像现在这样心思那么重 三好啊 你说到这儿 这不是又把我扯进去了 小元和钱满多这事呢 不能她俩单独解决 一定四只眼睛都不够 得八只眼睛到一起 八只眼睛 对啊 钱满多小元 你我 咱们凑到一起 跟小元明说 我们大人之间离婚 是有我们的恩恩怨怨 你小孩不知道你还小 对吧 既然离婚了 别看你爸爸当初把你扔了 是他的错误 但是不能证明 钱满多不爱你 哪有当爸爸不爱女儿的 是不是啊 他知道这个事情啊 嘎嘎都给解开了 他会非常阳光地生活 否则的话 这孩子心里会阴暗 对不对 我说的对不对吧 对 能离开我吗 离不开吧 你看 你这不用说 你不说我都知道离不开 再一个 目前来说 不是钱满多和小元关系最重要 最让咱们担心的你知道啥吗 啥 你看 是小元和孙杨他俩的关系 他俩面临着啥 面临分手 那对小元打击 比钱满多这大不大 你说这我能不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人家俩孩子的事情 做大人呢 你也不能太插手了 你也管不了啊 说这俩孩子 孙杨挺更重要的 小元呢又有自己主意 你说你说得上话吗这个 我就希望他俩自己 能把这事处理好 他俩能处理好 还用咱们干啥 那必须咱们得帮他处理呀 你咋帮吧 需要我吧 你就说你打算咋帮 你把我拽进去我就告诉你 你看还得拽我拽进去吧 但是呢我以什么身份进去呢 如果咱俩成了 我是名正言顺的孙杨的老丈人 对吧 我跟孙杨说孙杨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这样 我是名正言顺呢 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你说啥 你是谁你跟我说这事啊 现在面临难题你又没招了 你就打算跟他说啥 说什么内容 我能跟他说吗 这事得你去说 三好啊 你知道你在我心目张灵的位置是啥 这个 特别重要 有力度 你不但在我面前 你在全村老百姓面前 你都有力度 那孙杨多尊敬你啊 你得去跟他讲 你说孙杨啊 小元心里肯定是有你 目前你俩是将近来 你得想开 你是个男人 他让你留在城里 也是为了你们以后将来好 对吧 不管他的出发点为了自己也好 为了为谁也好 但是为了你们俩更同好 对吧 孙杨不管他听不听 你跟他讲 你一个大老爷们 男人 心胸体大点啊 别给女孩一般见识 有容乃大嘛 退步海阔天空 人一时风门浪静啊 你这一说 那孙杨那么明白 还能不听听进去吗 你看我干啥 我说得对不 你看 行行行行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你说 我以为你要走呢 干了啊 那你要说干呢 必须干我带他 借好牛不 你少喝点 三豪 你就说 你不要未来的老公了 你就说你这 你老公怎么样 行了行了 你这一晚上白货的 心里有有考虑的 还挺能拽词你 是 你再喝点 你看 就是离不开我了吧 我给你倒 我给你倒 展览 你 其实 这种喝 要是弄 让我喝一碗 早晚点 喝不喝啊 喝 喝喝 最后你直到生命当中 离不开我了吧 孙洋 三伙事 你咋来了 我来跟你 我来到点事 那你爸妈呢 我爸妈回家了 你先坐吧坐吧 孙洋 沈子今天来找你啊 就是想问问你 你跟小元的事 你到底咋想的 你们俩真的就这么分了 我没想过跟小元分手 我跟二男的事 压根就是个误会 三豪婶 您可一定要相信我 我咋可能喜欢别人呢 我心里除了小元 根本装不下任何人 也没打算要装任何人呢 你对小元的心啊 沈子是知道的 这两个人相处啊 有时候意见不合 吵吵闹闹 那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你咋能让事情 发展成这样呢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小元小时候啊 我跟他爸就分开了 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他在有些事情上 会特别执着 爱算牛角尖 他犯倔的时候 你就迂回一点嘛 你让着他 给他点时间 你要是非得跟他针尖队卖忙的 等他想从这牛角尖里退出来 都没有后路了 是不是 沈子您说得对 都是我的错 火气上来的时候 说了不少重话 我也挺后悔的 但是 他现在也不理我 我咋跟他说呀 小元呢 对我回村创业的事 特别不理解 也不相信我的眼光 更不相信 我能比在学校任教 更有发展 所以我想 把我们俩的事先搁一搁 我先把事业做起来 到时候也有底细跟他说 咱老崴山雪村 一点不比城里差 我一定能让他过上 比任何人都幸福的生活 所以啊 你是个有志气的孩子 沈子相信你一定能成事 其实啊 您愿意把学到的学问 都用在咱村的发展上 沈子特别欣慰 不过你跟小元的事啊 搁一搁是可以 但可不能搁太久啊 万一小元要是寒心了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那我该咋办呢 她现在连听我说话都不听了 我还能跟她咋说呀 只要你对她有这个心 她那边啊 沈子帮你劝劝她 我当然有这颗心啊 沈子你可一定要帮我 不过啊 你要是想挽回她 别人不行 只能靠你自己 我懂 给我来点西的 上滚啊 上滚啊 上滚 不好好吃饭你 这是你整啥呢你 就是啊哥 你算啥大账呢呀 这都非形容实了 这不没到月底呢嘛 你可老说话老烦 又又算差了 你去 这指的是账要掌握不明呗 我哥呀 打小了上学了数学就不好 考试总不及格 行哥那你别扔了 以后吃完饭我替你手上拔了嘛 就是啊哥 你放了咱家这大会计你不用哦 你们两口子啊 竟只埋他人哪 你有那时间你帮过我 完了又差了 咋的累了 你帮我想想 是什么招法 能把钱满多欠我的钱给要回来 哥呀 你都抹正了 你现在脑子里头 是不是光有钱满多呀 不是钱满多 是钱满多欠我的钱 要我说呀 钱满多他不人咱也不易 知道不 谁让他把车放到咱店门口里的啊 干脆 咱就开他车出去溜一串的 要不就咱那小本买卖 啥时候能开那么好的车呀 是不是 他那车那么贵 你磕着碰着咱修都修不起 你看你不会加点小心吗 你还磕了碰着呢 就磕了碰腾咋的 你就给他来个一推三六五就完了呗 谁让他把车放到店门口里的 对不对 咱也没全那个衣服给他看着 不是 你开行 带他开车干啥去 哥 正好 今天呢我得去到站上去相亲去 诚哥 你开那车带我去呗 也让我疯枉一把 身边咱看看儿子 对了 给我大孙子接回来啊 我可好长时间没看着我大孙子了 我都想了 想啥想啊 可那块他老照顾的比你照顾的都好 你还想 就是妈 你放心吧 正好我开他车上点货 咱也当花土豪 嗯 你呀 土我是看出来的 豪在哪呢 妈呀 你还真幽默 你是不是亲妈妈的呀你啊 那咱就开一把 开 必须开 不开白不开 对 那也带我兜一圈呗 还念你 你那个 中微菜那事 发展的咋样了 顺利吗 啊 实验天已经开出来了 现在就等着出苗了 哦 对了 沈子 你看 这些是我做的计划书 还有图片 这太阳太大了都看不清 一会儿我给您发过去 哎 行 你给我发过去 好 啊 现在呢 就等着 开遍一大片地 做一个微菜人工种植的基地 大面地栽种 然后再通过网络 把微菜的优势 还有营养价值都推广出去 嗯 我打算搭建一个 以绿色农产品为主的 电子商务平台 让光顾这些平台的人 能买到咱们老白山雪村的 绿色生态食品 你年轻人就是有想法 你要有啥困难你就说 这是给咱村办好事 大伙肯定会支持的 这个困难肯定是有的 现在就遇到了 资金没法到位的问题 本来谈了一家投资公司 但是人家遇到点困难 投资的事就黄了 不过我现在还在找 也谈了几家 就是都没回音呢 这样 你这情况啊 我去存为反应反应 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些支持 至少让你在拉投资的时候 心里能更有底气 那太好了 谢谢三老师 聊聊你的支持啊 我感觉都成功一半了 好 哎呀 看看人家的车就比咱家的好 对对 好啊 来来来 媳妇 来 请 谢谢 来来来来 这好车就不一样 你看看 起来这真比作一样 是啊 多宽敞啊 当我一会儿说完没 咱上咱儿的学校 去把儿子接出来 要我儿子送的这好车 行 行 是不是 哎呀 那我肯定我开了啊 开 开 咋 咋去了这是啊 哥呀 你不是没开过好车 应该鼓了坏了吧 不是 我看看吧 我看看吧 大伙肯定是这样的 店子这玩意儿呢 有难度 店子这玩意儿 有难度他呀 你按下我看看 哎呀 别 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没油了 没油了 哎呀 我这钱本东西还真减啊 他就这玩意儿没油了 谁也开不走 所以把车撂去嘎嘎了 你知道不 那咋办呢 那还能去了吗 去 必须去啊 我就不信我开不走他 那 你看那这 这都没有油了 这这还咋开呀 这车也不动地方 你说 咱是哪儿加油去 不会让咱几个下去推去吧 我可不推啊 我这打扮这么漂亮 我还能给您说美去呢 推啥玩意儿推呀 我那车里不有临时加油桶吗 那你还等啥呀 拿来呀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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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起床了 这咋还不起呢 起来了啊 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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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走了 发烧了 快点 这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咋就病了你 烧得厉害吗 挺烫的 快点 快点 我摸摸 是挺烫的 要不我飞着去卫生所吧 卫生所还没开门呢 先来回 我姐这是怎么了这是 小元 过去啊 小元 把整个人烧糊涂了 这说实 一会儿啊 我先给她吃点推烧药 等卫生所开门吧 再给她送去卫生所开门 这小元啊 打小就没咋得过病 伤分感冒都少见了 这这掌门一下就烧起来了 可能昨天晚上吹风了吧 让她都睡了 出事快 能好点 行了 你们都出去吧 爸 别担心了啊 嗯 晓晓 你打个门水来 再把你几毛巾拿来 这肯定上虽然被气 我也觉得 老孙女的城堡地 必须收回来 行了 你俩别添乱了 出去吧 你赶紧打水去 怎么了这是 小元 孩子病了 哎呀 咱家小元也会得病呢 从小到大 我也没见得有过 头疼脑热呀 可能受凉了吧 高烧不 三十八走六 那烧得挺高啊 是啊 这大热天的还能着凉 哎呦 是不是昨天那个事给气着了 急火攻心 没嘴 你说本来就挺生气 你说正天望两口的 这么一闹腾 气得小元都要离家出走了 都是你 谁呀 大哥我说他 你闲得没事给你姐看什么照片 你敢把她气这儿了吧 那是我要给他看的 不是你们逼我给他看的 呀 你这孩子怎么还降嘴呢 那照片不是你拍的吗 哎呀行了 你们都别怪他了 那他还能拦着他姐得病咋的 老太太呀 你就是偏心眼 这个是你孙子 屋里躺那个不是你孙女啊 前进的 你也是的 这种事要放在我身上 我就地给张二南 呱呱两个大嘴巴子 我还能让他把你追的 满村跑 你欠他啥呀 你怎么那么窝囊呢 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我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 呀呀呀 还不愿意一般见识 有能力找岁阳干去 就知道回来告状了 有什么用 大哥他能有那点吗 上中学的时候 教室里刚有人动手打架 他就吓得跑进厕所了 这一着急还跑进女厕所去了 这方面啊 这孩子一点都不随我 我跟你说 你得跟你大舅小时候 你大舅小时候 可没少替你妈跟你二姨 跟人家干仗啊 那老大砖头要飞的 耍耍的 你知道不 大哥你这 咱们家最能抗示的是三考 你这有点 鬼片子 我没跟你说话呢 跟外说话呢 你这吹了 行了 哪有教孩子打架的 说点正经的 哎 哎 请进 搞定了 哎 妈 哎 师傅 不是 是不是咱俩刚车两句车 找虽然干仗的呢 他能有那杆吗 最多就在村里转悠两圈 差不多了吧 那我就行啊 好 好 叔啊 你给这车里加的汽油还是柴油啊 你这傻话 你也太小瞧我们了 那汽油柴油我们不知道啊 你加的是九十七号的吗 九十三的 没加九十就不错了 我也真服你爸了 把车开门油放在一块儿的 这车里一直加的是九十七号的油 你突然给他加九十三号 要出大事的 车钥匙呢 在车里呢 在车里呢 我上车试一圈啊 别出啥大事了 我咋感觉他回不来呢 真正 不能吧 那我咋办呢 我感觉你要是不想迟到的话 我不想迟到 那你还坐公交车吧 那合计咱这油白甲了 不能 我超千万多药 你嘴儿超的算帐 你呢 不得了 你呢 我 你呢 我 你呢 我的心 我去你的心 你呢 我你呢 我去的握手 我去左面子 你这货有啥呢 来了咋不进去啊 我刚才遇到文静婶了 她说刚来你家出诊 小元咋样了 发烧了 吃了药 也挂了吊瓶 应该没啥问题 都挂吊瓶了 小元身体一直很好啊 这回咋说病就病呢 病还这么严重 是不是因为跟我生气 急火攻心呢 咋的 担心了 担心你就自个儿进去看看她呀 我还是不进去了吧 她现在正烦我呢 万一见着我 又严重了咋的 还是先缓缓吧 让她先把病养好 你呀 这关键时候你就怂了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着吧 我顶多就是能帮你 跟她吹吹风 跟你说出好话 至于小元 到底能不能回心转意 主要还得看你自个儿 我懂 我一定 抓紧时间行动 第一步先把威菜食言田做好 一定早日让你看到我的表现 我先走了三回事 不是 你这 让我看你表现 得让小元看你表现吧 这孩子 破产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那是她的事 又不是我的事 快过天哪儿吃的 我都饿死了 想吃人吗 披萨 炸鸡 可乐 大薯条 什么垃圾专挑什么点 这村里面生活呀 实在是太健康了 吃的我都快失去味觉了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那可不咋的 快点 快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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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 你慢点吃 别噎着 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 没有 这些东西啊 你虽然常不吃 才有点想 你妈不是厨师吗 你怎么还能想这洋垃圾啊 那暴鱼鱼翅天天吃 那别人意嘛 瞅你那嘚瑟劲吧 叔叔 你们家乡好玩吗 家乡一点好玩都没有 多甜就是树 一个游药场所都没有 还有就是我妈那个小饭馆 就是她的 像我与好玩的 你家乡好玩的 像我女伽子 我爱你 着 是为你 你想到の 你真的因为 你太快 我会 我爱你 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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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